哈喽大家好我是老鞋 如果现在的影视剧谁真惨 那肯定是老鞋我了 当我吐槽一部剧 而别的阿部没吐槽 老鞋尬黑 你看叉叉阿部多公正 都没出来吐槽 你妈 当叉阿部也吐槽了 他们会说 叉阿部说我们是乱举很客观 但老鞋不一样 就是纯尬黑 不是好人 你妈 当叉吐槽了老鞋没吐槽 你看叉叉阿部多跟说 老鞋肯定收钱被收卖了 你妈 当叉吐槽了 而老鞋也吐槽了 你看老鞋就会跟吐 嘿那你妈 不禁如此 这人还会熟练运用 操控狙击 刀的绑架 有论压制 分化 拉拆等蹊跷 阿部主要已经没办法 自由发表 真是感受了 你好不好不在于 你刀底好不好 而在于 你又没有说我喜欢听的 所以从今天开始 哪一决定呢 是说我自己喜欢听的 那么就拿这一部 这也很大的 学生换刀型开刀 首先生命 一家吐槽机遇 我没仔细看过远柱 且看完了实际 这部剧的内容下 我觉得这部剧 被分的最多原因 是他标榜自己是武侠剧 结果开篇大戏 装插拉垮 这一点呢 很多人都说了 那我就不重复了 这感觉就好像 你具夹名为 真宠春菜的店是春菜 就说一问老板 你哪人呢 人说我傻害你 一看吃吃菜 小龙猫家甜蜜辣酱 你不打他呀 所以学生喊刀型 被骂 那真的一点都不冤 尤其是当我看完 实际上我发现 什么水下存活 什么飞电战斗 什么全魔的斗争 那这跟物侠 就没关系呀 那这不是喜欢吗 所以我被迫回头 看一下原作的分类 奇幻玄幻 所以这部剧 原本就不是物侠剧 但我以物侠剧方向 去宣传 结果人家进来一看 诈骗呐 接下来呢 如果结合剧情 分析一下物侠这部剧 根本就不是物侠剧 影片开始 我们担住玩酷哥 跟小弟的老黄 咱们有力 结果遇到一伙 被担当老板 秘国的产兵 要杀了他的报仇 结果看到 有人在树上装插 就立刻伍在上去 其他的我不说 毕竟我不是物供 我就说这一刀 那旋转一下子 有什么意义呢 我倒是如果 再上你脖子看 你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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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从打西来看 就已经不是物侠剧了 这种玩酷哥呢 带着白人 一手下的老黄 安静回到了家里 那玩酷哥的爹呢 是全世界上的武将 玩酷哥呢 是一种长子 为了张家人 回来之后呢 这些复印的依子 去星楼里成长 结果呢 又遇到了尸杀 这样之前那些产兵 就要有他的画像 所以玩酷哥呢 玩酷哥呢 玩酷哥呢 玩酷哥用内贼 与是大金融酷肉计 是如早醋 标的祖谋 看着这种呢 你会发现 这是什么剧本 共同背景下的 玄与全谋啊 大家都知道 如同是天龙八部 还有一天屠龙记 这条英勇传 武侠江湖 与朝廷官方 向来是不兼容的 将武侠 代表着虚构 上面官方呢 代表着弱势 是两套 玩两不同的 处的规则 这种两者相容 会说什么呢 大侠西门吹雪 正在城墙口 向别人发行的挑战 就被城管当场拿下 国际拿起关弓 向天色去 结婚手持不尽武器 被判入于三年 是不是 虽然真的选择 一套新微规则 而学生的汉刀性 在前很多集 都围绕着 全模一轩展开 而一事宜 官方取了一斗证 为背景的 还是开动那个故事 你进入一家 挂着正宗穿戴的店 就会看是小笼包 你感觉很失望 但是 如果把牌子栽了 换成正宗小笼包 你去家小笼包店 去吃小笼包 又立刻不一样了 警告 一家内容我说的开心 可能你不开心 当然是我的 真正感受 就建议别看 我的观点是 如果用喜欢 或者全模的角度 就打开这部剧 括号不看前两集 没看远柱 不看各种小缺点 这部剧后面 那还不错 比如开始前几集 是什么内容 顽固哥呢 画像被泄露 遭到敌人的产命包围 顽固哥呢 却进了成长 遇到一个 以富国为名的 不为武功的杀手 在他后来 林家的灵探话 听别人叫做 就来杀他 顽固哥呢 才终于想到一个点 那就是 前两个人呢 是一样工 目的是达成 林家灵探话 跟敌国勾结的 谋逆罪名 而林家呢 掌控着 青州的经济密脉 所以最终受救人士 青州的王爷 赵狠 那么赵狠 想要钱干嘛呢 对吧 逻辑很顺畅 因为事件到这里 就结束了 并没有 因为假装 林家灵探话相识 并鼓励他 来吃他文库哥的 是男主老爸的手下 叫画像呢 要看着产编的 也是啊男主的爹 所以他爹呢 一直故意 帮助赵狠 完成他的计划 并趁着人家大清洗 将自己的人 成立了赵狠的团队 进个功 退个手 所以你看 前几个故事 他就是一个 幻想扣的 还得有个反转的 还算OK的 一个全谋故事 如果这部剧 开头跟你说 这个全谋剧 你为这家妈妈 老爷表示 我会 我觉得这些 先用话台词 其实可以改改 还有这里 这个猫咪的品种 跟着田园猫 就这么难骂 当然考虑到是架空 算了吧 在前世纪当中 有点最精彩的 是个老黄跟老克的战斗 你要是开头放这个 我觉得也不会骂 除了之外 我觉得这个片段 我看了真的 那很写实 就这个灵探话 那是男主 他那不知道 那就是男主 有些就问 是不是 这不是就现状吗 那话根本不认识对方 这对方说了 自己喜欢的话 那个就因为知己 当发现对方 不认识自己的时候 那个翻了你 还是那句话 你好不好 不在于 你到底好不好 而在于你 有没有说我喜欢听的 那实力啊 当然看到这里 很多人会说 哎老鞋 那你再夸这部剧 难道也不至于 这部剧可以说是 操两个优点的数量 差不多 但觉得是一部 开篇把全局最拉的地方 沾出来的一部迷惑剧 这部剧有影响最深刻的人物 其实是个配角 男主的跟班马夫 老黄 成为个高手 因为无法正视 自己成的懦弱 就来逃避 成为一个马夫 最后呢 又来选择 大战斗 利劫王 那种背景的氛围 还是比较能量感动的 所以选择喊刀行这部剧 还是那句话 在没有看过远柱 以不嫌弃前两集 且不以 武侠视角看本剧的基础下 老鞋的评价是 其实没这么拉 而前两集呢 这部剧最拉的部分 如果你一定要以 武侠的角度 去看这部剧 别看 这是赤赤底底 不是武侠剧 如果从全谋剧情的角度来看 其实还不错 以上就是 我自己说的开心的话 那就这样吧 好的 本地是不是这样 当然要不要忘记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